大家好,今天两天没跟大伙说话了,今天刚过了圣诞节 大伙都圣诞快乐也过完了,非常非常谢谢了 这些国内的网友非常谢谢你 今天跟大伙落课,那网友问好课 这个加拿大问这个是加拿大怎么贷钱呢 加拿大这个国家呢,他就是你在网络这么贷钱呢管得很严 但你往出贷钱都不管你,贷多少都行 你往国内贷钱,一定说明你这钱怎么来的 因为猴哥,只要你们是旅游啊,都无所谓,贷多少钱可能都不会关 但是你要移民过这边往外贷钱很麻烦的 因为猴哥猴嫂我们俩呀,就是2019年过来的时候带的是两万加币 就让政府被查到了 完了海关,我们俩四五个要是吧,人家回来都11点了 他就查,你查特别严,问你为什么来带两万加不报 因为猴哥猴嫂有部长名诺,应该每个人带一万得报 所以我们就没有报,允许是带一万 但是猴哥建议如果你要是想移民,来加拿大来这个移民呢 最好是带九千,因为九千是他有限嘛,他一万和九千的差老大关系了 所以你带九千,别带一万 因为我们俩入黑名单来,每次我们俩过完很麻烦很麻烦 每次都会检查,别过完二十分钟我们就得两小时 他会把你这个身上的东西全都拿出来 单独又抖走就给你分成两路了 因为你这个有个不良记录的人,上又有一个通道走,到那关的时候就给你查到 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所有的带着物品,鞋都脱掉 完了给你查,你的钱包都是放的 如果你带东西很麻烦,因为我们这个不良记录是五年嘛 那是2019年的事,你看现在是2020年 所以得四年的这个记录才能过 所以侯哥建议啊,你一定尽量别带一万,带九千,九千都不会查你 允许带九千的 但是你往国内回国,你出国带多钱都不会关 但是侯哥给大伙提个建议,如果你移民到东东多了 你比方说,打比方说哈 你总共有一百万人民币,你收入一百二十万 你一个外国,加拿大带钱,你如果多一分钱,他会问你 如果你多了这一分钱,你这钱,你说你这钱怎么来的 正不给你扣掉的 像我们的钱,当时就被机长扣下了 扣下了,我们俩就放回来,我们俩当时就回来了 回来呢,隔了二十天,不是多少天,完了给我们返回来的 给我们用快递优了的,完了告诉我们,罚款了我们三百万钱 当时我们也不同意,因为我们带的就是几万钱 他政府有一个允许,允许带一万价格 我们政府就给我们来一份,已经罚你们最少的 我记得好像是罚款三百价格的会儿 后尔,我跟后尔,我跟早晨也算了,别再找了 但是待会儿借鉴一下吧,就是你要来啊,不要带那么些钱 你尽量办成汇票,汇票你带多少就差一挂 因为不是一张纸嘛,到这么一张你提出来了 但你带现金,你一定不要带一万,每个人允许带一万 但你带九千,没有这些麻烦,很麻烦很麻 一旦不良,加拿大是很守诚信的国家 你一旦这个记录上政府的这个网站,你很麻烦的 你不是一个人两人,不是谁去,那么是摆平的事儿 还有的人哥们问啊,后尔的房子买多少钱 后尔已经上集就说完了,这集又不再说了啊 还有的问啊,加拿大的房子,这个建筑是墙了 都是石膏板,石膏板中间就成木房 木房中间有那种石膏,海绵,就是填充雾 这猴子哥坐的是地下室,地下室跟楼上的 都是一个空调机,都是这么个温度 都是不冷的,真的不冷的 你看猴子哥穿半截就,正常那个时候穿的都不会冷的 因为我们家社态是24度,因为人家有留学生了 不想你猴子和骚子,我们俩住,那倒没啥说了,冷的热都没有事儿 这个电费啊,电费做,电费这个,这个疫情 电费好像又降价了,好像是一毛八吧,一度应该是 但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应该每个月在一百三到两百之间 不会超过这两百,也不会低于一百三的 就这个之间浮动吧,因为这屋取暖的都靠天然气 这个做电的都照明了,照明还有,就是照明,做饭呢,取暖都用电 现在,电费还是不贵的吧 这房子有的人问,我猴子哥这房子离大学近,这个房子离大学很远 离多伦多大学都不近 开车都得,有一个二十分钟,一个得半小时,对吧 还有一个在密沙,离得一个都要时 这个密沙,多伦多大学就这么远 这是猴子哥知道的哈 离我家最近呢,就是我猴子上班的,也是杜伦多大学,离这得二十分钟吧 在Morningside,这地方叫 这块有个阳光学校,也是中国人举办的 就是这个学校,就是猴子哥家收着孩子,就在这个学校上学的 很近的,就阳光学校,在这学校上完大学可以直接,上完这个学校就可以上大学 雅思啊,猴子哥也不那么懂,反正就这些事吧 嗯,还有的问题是公交车,是公交车还是可以 三块,三块钱一次吧 一般都三块钱一次 还有问打车,打车很贵,但是这公交车很方便 猴哥是往外走,三分钟就坐到有公交车的地方 走到有公交车的地方,打车是很方便 还有的猴哥两孩,两孩都入职,因为他们大了 找工作,像我说有核电站,一定的加拿大级的人员,他会录取你 如果你不是加拿大级的人员,他不会录取你的 布鲁斯核电站,原先是加拿大第一大的,好像是全世界第一大核 但猴哥做的不一定对,好像是除了日本,那个出生的叫福岛核电站 就是这个,这是相当大的核电站 有几台机组,我还是跟我说,因为每年都家长可以上在河南站里头 有那种车,拉你去进里去玩一圈,但是你不可以下车 都是那解说员跟你解说个点,告诉你这什么什么机组,干什么的 那都跟你说,猴哥猴哥我们俩坐过一次,在那里走过一圈 那里头告诉你,核废料,他生产完的颜料 就剩那些残余的都不能随便冷,都在院里放 现在有几十个大罐子,那个讲来也是麻烦事,也没进去放 到现在都没研究什么东西,都往哪放 所以那东西真的是有利有弊吧 我来的这个单位虽然,但是好像最近又在照顾我们 猴哥也不知道说对不对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要求,需求有何几点上那的话 你往那个布鲁斯河面站上官网去看一看 什么事也不要听猴哥来的瞎说 你上官方网站看一看还是很准确,对吧 有的人问了,猴哥哪都这样,又买了电视 所以说猴哥有一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用再管 儿女们的事,咱们都马上就成家了 成完家猴哥这一班,就是猴哥跟大五叔 猴哥就这班接力赛,我已经跑完我在接力了 我已经跑完了,就不再管,咱成家猴哥彻底都不再管 就已经买了碗电视运,他们原来有电视嘛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小啊还是什么不好啊 买,所以就不要管,争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帮你去拉 猴哥去扣死工作,帮他拉回来了 这就是咱们老人该做的吧 所以不要去管太多的事儿 长的嘴呢,多吃饭,少说话,就记得 猴哥说这绝对没错的,不要管太多的事儿了 猴哥是破嘴就不好,什么事都得得说 说完了,人家有的也真是不领情吧 不要瞎说了 多喝点酒,多落点客,跟娘们的网友多说话 说多伦多的事儿,你们有啥是不知道的 就问我猴哥,猴哥告诉你们 不对的,你多伦多网友都替个猴哥回复你们 回复得很好很好的 猴哥人类,祝愿每个人都幸福吧 眼看就2020年就过去了,马上到2021年了 我们每个人都快快乐了,见你刚刚呢 好了,明天猴哥再跟大伙老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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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